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画面上您看到的是花海摇曳 但其实这里是沙漠地区 过去光秃秃的智利北部沙漠 近来被上一朵鲜艳的花朵覆盖 都是在罕见的大雨后发芽开花的 原来这是盛阴现象造成的奇景 带您来看 粉色 紫色和白色的花海 覆盖在智利北部亚他加马沙漠上 这里是全世界最干燥的地区之一 昔日光秃秃的沙漠覆盖上一朵鲜艳的花朵 经历了罕见的大雨后 这些花朵绽放开来 专家表示 这种现象每5到7年会发生一次 与智利北部太平洋外海变暖的声音现象周期相符 亚他加马沙漠平均年降雨量不到4毫米 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地方之一 但如果遇到春天短暂天降甘霖 沙漠上约200种植物的种子 在降雨后约两个月突然发芽然后开花 这种沙漠开花的景象对游客来说可遇不可求 对科学家而言成了研究气候变迁的天然研究室 生物学家希望透过观察大自然 降雨的变化如何影响植被的多样性 找到人类未来的生存指南 不过智利政府看到的是 无限商机要在此地建立沙漠花海国家公园 再多处安装灌溉系统 让自然饗宴变成可控的 但生态平衡会不会因此崩解 也引发正反两极的争议中 装设综合报道 又到了本周新片单元了 电影大师胡金泉为武侠电影开创独特的风格 也深深影响后代 纪录片《大侠胡金泉》由导演林静杰指导 分为两部曲带观众进入胡金泉的武侠世界 另外来看巨石强森主演的DC英雄电影《黑亚当》 被封印将近5000年的强大天神 黑亚当重获自由 准备爆发隐忍数千年的怒火 带来以暴至暴的正义 DC英雄电影《全新立作黑亚当》 找来巨石强森 比尔斯布沃斯南等巨星演出 遭封印尽5000年的强大天神黑亚当 在一次盗墓行动中重获自由 为了防范黑亚当强大的能力失控 来自现代的英雄们试图与他交涉 希望能和平共处 但黑亚当并不买单 坚持他引爆赤爆的作风 双方也就此展开冲突 入围今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的大侠胡金泉 纪录影坛武侠巨破胡金泉不返的一生 导演林静杰纪录了胡金泉的导演养成 探讨他独特的电影美学 透过和他合作过的引人对谈 挖掘他对电影艺术的热爱追求 人生要活得精彩 他就是个武侠 改编自唱小小说电影 P2青春期 只是熟灵夫妻的烦恼 故事描述被朋友 视为人生胜利组的夫妻 在迈入熟灵之际 发觉自己身心早已疲惫不堪 并对现在的生活感到焦虑 他们决定放飞自我 让自己再青春一回 在经历一团混乱之后 对人生也有所止步 改编自同名散文著作的日本电影 舅舅汉鸭记 找来日本国民女神林赖瑶与南希 长谷川伯吉共同主演 两人在片中分别饰演 超强游泳教练以怕水男教授 看游泳教练 以下原本逃避下水的大叔 开始学习游泳 并渐渐鼓起勇气 面对恐惧 在学习过程中 他试着放下内心阴影 重新看待未来的人生 抓住综合报道 来看这个壮阔的画面 美国芝加哥郊区一座 号称世界上最大的玉米田迷宫 每年带给游客不同的主题 这回为了纪念 007电影上映60周年 特别把玉米田 做成007标志性的画面 带您一起来欣赏 一望无际的玉米田 似乎长得很不平凡 细细小小的弯道 就像一条又一条的迷宫 美国伊利诺州 芝加哥的一处郊区农场 这座号称世界最大的玉米迷宫 从空中俯瞰相当壮观 这座巨型玉米迷宫 占地约11公顷 穿插着错综复杂的小径 有的相当笔直 有的路线弯曲 串联起来超过16公里长 当地管理者表示 这是个神奇的工程 就像是在玉米地里作画 今年各以特别的影视作品 作为主题 那就是为了庆祝电影 007上演60周年 管理人员决定把片中角色 詹姆斯庞德的名人形象 展现在田野中 并开放给游客参观 成为让人眼睛 未知已亮的新景点 中央社综合报道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5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菲律宾的科雷西多岛 位在马尼拉湾口 地理位置显要是防御要塞 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 留下了不少战争遗迹 美军将领迈克阿瑟 就是从这里战败又反攻收复 现在科雷西多岛成了旅游圣地 跟着我们菲律宾特派员的脚步 一起来趟巡旅 搭乘附有历史感的导览车 在菲律宾科雷西多岛 来趟战地巡旅 依然美军在岛上的营房 炮台和防御公式 科雷西多岛位置显要是构成 马尼拉湾海港防御的最大岛屿 美军掌控菲律宾后 为了强化菲律宾的防卫力量 赤资1.15亿美元 新建军事设施 拨紧炮台 营房 餐厅 图书馆 保龄球场 舞厅等一应俱全 这里曾是二次大战主要战场之一 因为二战开打不久 由美军将领迈克阿瑟领导的 美菲联军节节败退 只能撤退到科雷西多岛上 指挥作战 来到马林塔隧道 这里也是重要的二战遗跡之一 1942年因为战况危急 麦克拉瑟搭乘鱼类艇 离开菲律宾转进澳洲 并发表我将会回去的谈话 经过两年多的反攻 才又再收复科雷西多岛 让这座海上堡垒成为 铭记菲律宾二次大战历史上的 重要据点 如今战地已变成旅游胜地 踏上扫岛四周的景物 仿佛诉说着 二战尾声在这个扫岛上 所发生的事 也提醒着人们和平的可贵 中央设计有陈延军 科雷西多岛报道 画面上您看到的大型花卉 是台湾艺术家林明洪 在驻纽约办事处的 大厅墙面创作的作品 以传统花布为灵感 色彩缤纷 取名为岛屿生活 在灯光衬托下 生意盎然 要让乔包在纽约的家 更有台湾味 驻纽约办事处 委托台湾艺术家林明洪 在美国的办事处大厅墙面 创作岛屿生活作品 以传统花布为灵感 色彩缤纷 在灯光衬托下 生意盎然 希望让乔包在纽约的家 更有台湾味 这种台湾之美 能够呈现给我们的外国朋友 也让来这边 本处洽工的国人 能够感受到 这是他们共同的家 驻纽约办事处大厅墙面 原本呈现书法作品 为了让墙面焕然一新 办事处委托林明洪 带领跨国艺术工作团队 在长17公尺 高8公尺的大厅墙上创作 8月中旬展开 历时一个半月完成 希望带出岛屿生活的氛围 它是比较是一个空间 一种氛围 而不是一张画 像我们看一般绘画 是一张画里面有空 然后这个是跟建筑物是一体的 是直接画在墙上的 这个也是我第一天看到 我之前看到都是有阴架 还没有打灯什么 所以今天一走进来的时候 我觉得哇 这里面有一种阳光的感觉 然后特别是跟 它好像把这个室内的空间 变成一个户外的空间的感觉 这种蓝天 然后这种色温阳光 就是很岛屿生活吧 这是疫情以来 驻纽约办事处首度在大厅 举办没有防疫限制的活动 旅美中提琴家黄新云 也到了现场演奏 纽约政治艺文及桥界 约100人共襄盛举 享用严肃机画包等台湾小吃 让前来共襄盛举的嘉宾们 从颜色 声音和滋味 沉浸式体验岛屿台湾的魅力 中央设计的 允静杰 纽约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